下一个选手 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 因为我没有很多的工作经验 没有阻挡一面的能力 希望不断地从学习中 提升自我 提升自己的工作级品 李道元 23岁 跟做人本科 内蒙古师范道学经济学 大家好 我叫李道元 今年23岁内蒙人 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系 这次来到《非女莫属》这个舞台上 希望找到一份助理类 或内情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推荐李游 道元是一位非常特别的求职者 他尽管没有 比较完整的工作的经历 但是他内心却非常的自信 他描述说 他面试过30多个企业 其实有10多个企业的面试的H2 比他还紧张 所以我感受到他内心的这种狂热 并且一期觉得说 这是一个可能 内心有一个极大的能量 但是没有找到 合适的释放的渠道的一个年轻人 所以我觉得《非女莫属》的舞台 如果能够给他找到一个成就 自我的方向的话 会是一件好事 你说自己面试了30多个企业 有十几个面试官 看了你之后 逼你紧张 对 你描述一下 这是个什么事 当时情况就是这样 当我们坐在一块说话的时候 他坐在那里 要么就腿在那儿 使劲地抖 两个要么就是手 各种小动作 但是我在那儿端坐不动 他不是想打你吧 实际上我也看不出来 对方有什么愤怒 但是说对方有一些拘谨 让对方看起来比我要拘谨 他拘谨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我的想法就是说 一个人在见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他心里面其实也不知道 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如果你把你的姿态 摆得看上去相当高 对方的心里面可能会打鼓 我们来一起问一下 就你们这些老板们 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碰到过 像他说的这种状况 是因为什么 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 多半是因为 他没有 他对你 觉得你不合适 没有看对眼 我觉得是这样 还有别的原因吗 我觉得他刚才描述这种情况呢 我在我跟我的HR 沟通的过程当中 是一定会有的 大部分是因为他觉得 他遇到了一个很难沟通的人 他又不知道怎么样引导他 或怎么样拒绝他 我的HR也会表现得烦躁 紧张 甚至有的时候觉得 我真想抽 真实存在的 是这样的吗 我认为 他们想抽你 我没有听到他的说法之前 我真的不了解 但是他这一说我就明白了 我认为这是相当合理的 你面试了三十多个企业 居然都没有找到工作 你给我们总结总结 为什么面试了这么多次 居然没有 有机会得到一份工作 是什么原因 这个问题我一直也没有想明白 真的 要不然我现在还找不到 那你为什么来追你莫属 因为这个舞台和那个舞台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那个舞台上我面对的是一个HR 这个舞台上我前面站的是老板 做的是老板 所以呢 面对老板会怎样 我认为他们和HR的眼光可能会有所不同 因为HR我认为他是站在一个静态的一个立场上面去看待人 但是我认为呢 如果是一个能做老板的人 他一定是站在发展的眼光上来看问题的 一个好的老板懂得去找到一个有潜力的 应该说是手下 道远 你这个概念有点混淆了 你说的是很对的啊 眼光不同 高度不同 但是在招聘这件事上 老板比HR要现实多了 他会对你的 你对这个企业的使用价值 看得更苛刻 更严格 接下来我们就让我们现实一下 请问你今天来 你准备了什么 老问题的啊 你准备了什么 没有准备很多 你就说你准备了的吧 你准备了什么 我确实没有准备 你了解 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当然肯定是了解 各位肯定是了解 你了解了哪几位了 说给我们听一下 就给我们听一下 从这边第二位 这边的第二位是福能集团的 这个我知道 福能集团它是一个做海外生意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中介 实际上就是一个中介 还有补充吗 没有了是吧 还有哪个企业 再往过走的话是这边的第四位 第四位 是做教育的 什么名字 教育 名字忘了 名字忘了 还有吗 第五位 这个名字我感觉这个名字其实特别好 就咖啡之夜 这个我记得比较深刻 老板叫什么名字 老板忘了 老板忘了 然后他干嘛呢 以什么为主 咖啡之意 以什么为主 他要反问你 还有吗 听他说完啊 听他说完 他只做了这条准备 你连我名字都不记得 你知道吗 记住别人的名字是社交的第一个基础 所以你为什么老是不能得到别人的好感 还有吗 还有五八同城 五八同城 干什么的 五八同城咱们都知道 图简历子在那地方图的吗 谁还不知道 那个谁 那个谁 他是谁 我不认识 哎呦 我该怎么跟你说呦 哎 道远我好奇 对啊 你之前看过《非你莫属》吗 对 我看了 你看了 但是没记住 名字忘了 哎 我叫什么名字 那你至少知道一个 请问我叫什么名字 此时此刻 我觉得讨论任何问题都是没有必要的 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我们选吧 第一轮选择去货 没事 没事 坚持自己的选择没关系 没关系 你有主见 你有主见 OK 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才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好好回答陈浩的 你要的工资才2000 我真没有那灭灯的理由 所以我的问题也很简单 就是说出2000块钱的价值来 他为什么有2000块钱的价值 你为什么值2000块钱 能做什么 你成熟一下吧 因为说实话 我既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说实话 我现在的劳动不是说2000 可以说一分不止 我说的这个2000块钱 指的是 就是说尽可能的 可以满足于我的生活 就是说我可以把自己养住 不需要我的家里来出钱 因为人是永远是成长的 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工作的经历 一个社会经历 我现在一点经历也没有 所以说我希望我可以 在这样一个工作中 去锻炼自己磨练自己成长 让自己成长起来 然后再去适应其他的工作 人在成长工资也在成长 所以我不在乎 刚开始的时候拿多少钱 但是以后我相信 该是多少肯定还有多少的 那就这样吧 就选吧 可以了是吧 可以选了 可以了吗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他提供的岗位 那个就到我们这个市场部 做一个基层的BD的专员吧 市场专员 因为我们没有这么低的新党 我按2500先给你 行吗 试用期2500 2500 已经很多 转正3000 好吧 咱们先这么初步 先这么定 但是你在试用期 如果就跟你面试的状态 是一样的话 可能你待一个礼拜 也让你走掉了 好吧 有问题要问陈昊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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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所以你的选择是优胜教育 或者是谢谢离开 优胜教育 我只是展现了我自己而已 如果他们不认可我 这就说明 我不适合他们的企业 我认为重要的不是 他们是否能把灯留下 也不是我表现成什么样 而是我可以从这一次的经验中 获取教训 来改善我以后的面试 我不希望在 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 你像神经病一样 来到这个舞台 好吧 结果就是 你不是被他弄疯了 就他把你给弄疯了 行吗 这